都说养儿防老 但现在养儿越来越不能防老了 现在的年轻人活得很自我 很多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的 有些年轻人倒是想尽孝的 但客观条件不允许 比如自己在外地打工 根本没法天天守着老家的父母的 所以老年人也要提前做好养老的安排 别太指望子女 否则很容易会失望的 老年人要守好自己的老屋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 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家 可儿女的家不一定是父母的家 老年人还要抓住养老钱 手头里有点钱 总比没钱要强 有个保障 如果儿女要打老人的主意时 老人也要狠得下心来 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下面我们来听听李阿姨家的故事 来自李阿姨的字述 当年 儿子要去外地打工时 我和老头子是不同意的 我们家救儿子这一根毒苗 当然是希望他留在家里的 可儿大不由娘 他非要去外地 我们阻止不了 我就托人给儿子介绍对象 想让他成个家 他就收心了 谁知道他根本不肯去相亲 还嫌我烦 不愿意回老家来 后来 儿子在打工的地方 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姑娘 两个人就好上了 我和老头子是又喜又难过 喜的是儿子找到对象了 没让我们操心 难过的是看样子儿子是不回来了 那姑娘也是家里的独生女 明确说她是不会去外地的 儿子非要娶那姑娘 我们没办法 只能帮她在打工的城市里买了房子 然后办了婚礼 在办婚事时 弄得挺不愉快的 所以我对儿媳的印象并不好 我们家买了婚房 手头礼自然是不富裕的 可女方提出的条件都很高 比如彩礼前 我们想出6.8万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少了 可女方家嫌少 非要10万 少一分都不行 其他方面的要求也是这样 毫无商量的余地 儿子结婚后第二年 儿媳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们自然是很高兴的 儿子让我去照顾儿媳坐月子 我就屁颠屁颠赶去了 结果弄得很不开心 无论我做什么事 儿媳总嫌我不好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儿媳生孩子时的钱 是我们老夫妻俩出的 我原本没想过出这笔钱的 可出院那天 儿媳叫我去结账 明摆着是让我去付钱 儿媳月子里的菜金钱 也全是我出的 因为儿媳装聋作哑 叫我去买菜 却不给我买菜钱 后来孩子满月了 要办满月酒席 儿媳又让我们老夫妻俩出钱 我私下里跟儿子说 为他结婚的事 我们老夫妻俩已经花光积蓄了 可儿子说他也没办法 他的钱都交给儿媳了 现在儿媳要让我们出办酒席的钱 如果我们不出 肯定会闹矛盾的 我和老头子又是没办法 就去借了钱帮孙子办满月酒席 儿媳还对酒席这不满意 那不满意的 说心里话 我们生一个儿子 亲家生一个女儿 同样是一个孩子 可我们比亲家辛苦多了 亲家什么钱都不出 我在儿子带了孙子半年 跟儿媳吵了好多次 最后儿媳把我赶出来了 让他妈来带了 我想不要我带拉倒 我就不管了 谁知儿媳让我们每个月 给他们一千块钱 说我不出力了 就得出钱 否则孩子白叫我奶奶了 我感觉生了个儿子 就好像欠了一笔巨债一样 总也还不完 我回到老家后 去找了一份工作 我们老夫妻俩就继续努力挣钱 得要支援儿子家养孩子 后来儿媳要换车 又让我们支援他一些钱 我们老夫妻就没有喘气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 我们就好像是ATM机一样 他们一有事情 就来取钱 转眼间 孙子要上初中了 儿媳又让儿子来问我们要钱 这次我很生气 老头子的身体 已经很不好 已经没法干活挣钱 得要三天两头去医院了 我们没问儿子要钱 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还来问我们要钱 我跟儿子吵了一架 儿子儿媳就赌气 根本不回老家来看我们了 后来老头子住院了 病情很严重 我给儿子打了电话 可儿子儿媳都没回来 老头子去世后 儿子儿媳才回来 我在葬礼上 跟儿子大吵了一架 我还打了他一巴掌 骂他是个不孝子 办完葬礼后 儿媳提出要接我去他家养老 我心想他们大概是良心内疚了 所以要接我去了 其实 我呀跟儿没有要去儿子家养老的念头 我要的只是儿子儿媳的心意 所以我对他们的不满顿时减少了很多 我没表态 儿媳就一个劲地做我的思想工作 还不断责骂着儿子 儿子在儿媳的影响下 也表示想让我去跟他们住在一起 说我一个人住在老家 没人照顾我不行的 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的 我慢慢也就消了气 心想既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了 那就不跟他们计较了 儿子是我生的 是好是坏我都得认了 谁让我摊上这样的儿子呢 因为儿子儿媳一再要我去 我就想不去儿子家住吧 我就这一个儿子 迟早是要靠儿子儿媳养老的 所以我开始收拾东西了 儿子帮我一起收拾 他就这不要那不要的 好像这房子不要了似的 我心里有点纳闷 后来我偶然听见儿子儿媳 在窃窃私语 原来他们计划把我的老房子卖掉 用卖房款去付首付 给孙子买一套学区房 等我住到他们家后 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找个理由把我送养老院去 我惊讶不已 没想到他们打着这样的主意 难怪表现得挺孝顺的 我还以为是真孝顺 老房子是我和老公盖的 里面承载了我们老夫妻俩的很多回忆 我是不愿意卖掉的 再说 老房子是我的根 去儿子家后住得不愉快 我还要回来住的 如果把老房子卖了 我就没有退路了 我还能动得的时候 我是不想去住养老院的 养老院是别人的地盘 我住在自己家里多自在 家里的环境我都熟悉 空间又大 如果住到养老院的话 就要被人管着了 就缩手缩脚 没有自由了 我拒绝去儿子家住了 我说我住在老房子里 哪儿也不去了 儿媳得如意算盘落空了 他很生气 就马上跟我吵架了 但不管他怎么吵 我就是坚持不去儿子家 最后儿子儿媳气呼呼地走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为子女 偶心沥血奋斗一生 到老了时 儿女理应要孝顺父母的 我养你小 你养我老 这是天经地义的 也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你今天怎么对待父母 他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 所以为了有一个好的晚年 就要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要善待自己的父母 老人一定要留一手 要留好自己的老屋 要抓住手头里的养老钱 这年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万一子女不孝顺 你手头里又没有养老钱 又没有住处的话 晚景会很凄凉的